回到節目時間 我們看看大市的最新情況 恆生指數下跌407點 跌幅1.8% 報二萬1318點 我們回答觀眾的問題 先回答 Connie Chow 她想問京東9618 她買了266元 她說還有沒有機會反彈 你這樣彈也與你無關 我覺得會這樣說 你買call 特別是做call的時候 其實你266元的時候買 假設你近期才追 合理的市場大成交 準備向上突破22500 你就駁斥它再升一層 在報酬策略上問題真的不行 這不是什麼高追法 你買call、put 你當然是順著momentum去做 但momentum就早就已經轉了 剛才說市場大成交的情況 突破不到22500 同樣地京東 升穿完260元的位置之後 你看到圖上 其實突破不到近期的上升三角形 你嚴格來說 如果你不用陰陽足的竹身頂部 不是那些上影線 只是用竹身頂部去計算 剛剛就是類似在關鍵阻力位的時候 掉頭回落 一早就應該投降 接下來就算反彈也好 你繼續拿著 你可能會繼續虧時間值 會支援支援 不會這樣坐 call 這樣坐上去 所以我覺得今天 正如剛剛所說 看看大市是否大成交跌下來 不會2000億大成交這樣散水下來 如果2000億大成交這樣散水下來 到時候你走不走都沒有分別 可能那張 call 已經等於廢肢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今天的市場 如果以京東集團為例 上不分240元流失 我覺得都應該走了 這一刻你自己想不是想價位 是想回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那如果這筆錢你賣完之後 預算可以輸完都沒有所謂 那你就OK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短線在策略上面 如果之前最要 call 早就應該投降 你總要做足風險管理 你不是每次買 call 做槓桿 輸一成了你都要繼續挨 所以我覺得 最多看今天 今天如果上不分240元 投降算了 再穿位置的時候 下回220元 不就還沒有位 如果你看股價上 我們經常都說 市況也好 股份也好 很多東西都是走上格局位置 當你在破壞的時候 就要追 不是不行的 但是自己要有一個 轉身轉得很快 那如果以京東的集團 其實跟大市都是差不多 跟人家的 range 可能大約在180至260元這些位置 你說那個 range 這麼寬 你說時格波動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其實只不過剛剛在 range 頂部開始有一個回落狀況 市況又不是真的完全沒有壞消息出來 就是疫情的問題 監管的風險又再出來 我們CPI的問題 那麼多風險因素的時候 A股中港兩地股市還要升得這麼多 在這麼尷尬的位置開始會 我覺得是要理性地想想投降 好 我剛才讀問題 只是讀了一半 就是 Conny其實他266元的時候 就不是買正股 他就是買了一隻Colon 5111 3.1都是零的 所以見到今天京東的股價向下 其實他… 是牛精來的 是黃牛精 所以他就是在跌3成4的 但牛精沒有時間值問題 但問題就是你有機會打完把 然後再上去 所以我都是更加一個策略上面 所以牛精可以聽到今天也無所謂 是 所以今天上去240元還是走 是的 他的收回價就是225元 是的